中华人文始祖太号福西市造干阁以示武 开启了中华武术之先河 在太号福西市建都与长眠之地河南淮阳 从古至今习武之风盛行 武术精英世代相传 是福西文化在武术领域中的一朵奇葩 一 盖术 福西八卦权在淮阳流传已久 现在保留下来的福西八卦权 为清朝乾隆年间由淮阳人刘淮所传 数百年来代代相传 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武术宣传福西文化 淮阳区教体局通过挖掘整理 于1988年将权法复印成策 使该权得以延续 练权者日渐增多 福西八卦权是按照八卦原理 辩证地确定起阴阳虚实起落进退的 他的手法 进法 套锤 也都是依据八卦之理而形成的 他的动作有快 有慢 有张 有迟 刚柔相继 阴阳训变 四拙而巧 变幻莫测 二 福西八卦权原理与八卦的关系有四个方面 一 福西八卦权的手型有混元手 两仪手 无极手 太极手 二 福西八卦权的套路为套锤 其动作术是以八或八的倍数组合的 三 福西八卦权的内功是按照八卦原理 确定其阴阳虚实起落进退的 四 福西八卦权的进法有硬进 软进 软硬进 灵进四种 三 福西八卦权动作特点有四个方面 一 讲实战 中计计 从练基本功开始就立足实战 强调计计性 所有套路都是以对打形式出现 而且这种对打必须打中对方身体 这样既培养进攻防守的能力 又锻炼身体抵抗击打的功夫 二 动作简洁朴实 小巧紧凑 三 多拳法 少掌法 如套锤136 其中拳法多达124个 掌法仅12个 并多在防守时运用 四 内外兼修 行神合一 全理主张神 意 气力合二为一 要求眼道 手道 步道 身道 有机的组合 方不施为功传济精 四 福西八卦权的主要价值 席练福西八卦权既有寄机防身的作用 也有锻炼身体的功能 不但适用于武术爱好者 武警 公安干警席练此权 对他们的工作也有弊益 中老年人席练此权 可增强体质 延年益寿 五 存续和传承状况 目前福西八卦权在淮阳区各乡镇及临州市 广州市 深圳市 惠州市 汕尾市等地流传 在文化主管部门的引导下 2012年4月在淮阳西城中学举办专题讲座与陪俊班 该校5000多名学生参加学习福西八卦权 2017年9月在广东省海丰县 福西八卦权进入澎湃小学授权 该校1600多名学生习练此权 2019年10月 福西八卦权进入海丰县 双阵八一小学授权 该校300多名学生习练此权 近年来 农村青壮年多外出打工 少年儿童多在学校学习 该权习练着建设 因此 该权种濒临失传 急需保护和传承 六 保护计划 建立组织成立福西八卦权研究会 在文教体职能部门的引导下 积极参加全国省市武术比赛 宣传福西八卦权 弘扬福西文化 定期开办福西八卦权培训班 使该权走进社区 厂矿 机关 学校 乡村 军营 认真培养传承人 使该权发扬光大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